0056跌到10連線 你要不要買 台股2022年的走勢 可說是相當弱勢 近期的走勢是再度破底 有許多個股也是跌蠻多的 今天就來看看0056 先來看一下加權走勢 從高點的18619.6一點 到10月11日為止的低點 13106.03點 跌幅是29.61% 接下來看一下0056 0056從高點的34.35 到低點25.46 跌幅有25.88% 相較大盤的跌幅 29.61% 是跌沒有那麼深的 那從月線圖來看0056 可以看到0056是已經回測來到120月線的位置 也就是已經回測10連線 那我們從歷史走勢來看 可以看到最近兩次回測10連線 都是有得到支撐 走勢回測之後 都有出現新一波走勢 所以這次回測10連線呢 會不會歷史重演 老實說我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 我早就發達了 不過我們從近幾年來看 最低點 是在2015年8月 是有跌破過20 再回頭看看10連線 其實也算是越來越接近 近幾年的低點位置 從10連線附近 到2015年低點位置 概率還有25%左右的幅度 那當然 我會先設想一下 比較慘的情況 就是萬一回測金融海嘯低點 那萬一從10連線 回測金融海嘯低點 大概還有50%左右的幅度 那我常說 進場前 一定要先評估一下風險 那現在 我知道目前會面臨的風險 經過評估之後 我就在10連線附近進場了 那對於買進之後 如果繼續跌呢 我就會持續往下加碼 按照自己的資金配置 設定好進場的條件 那2022年 0056配2.1元現金鼓勵 以10月7號的股價 26.28來計算 殖利率是有7.99% 還算不錯 那再來看看 歷史的鼓勵狀況 可以看到0056上市之後 在2018年 與2020年 沒有配發鼓勵 那怪勞子理財網上面 有說到 因為當時的公開說明書 訂定了平假日的股價 要高於發行價格 25元才能配息 2008年的股價 低於25元 就沒有配息 2010年股價 扣除與實現 幾位實現損失後 是低於發行價 25元 所以也沒有配息 那2011年 有修正條文 把這項限制拿掉 所以 只要其成分股有配息 0056 就會配息 我們可以看到 2011年之後 0056 都有配發鼓勵 所以在鼓勵配發上 理論上 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那有人會問說 怎麼不買0050 先看0050 目前的月線圖 0050 目前距離10連線 其實還有段距離 離2008年 金融海嘯 距離也是蠻大的 所以既然0056 先回測10連線 那我當然 就先進場 0056 接著 再來看一下 報酬率走勢 看一下 2008年1月1日 到2021年12月30日的報酬率走勢 因為0056 是2007年12月13日上市 所以時間 從2008年1月1日開始看 藍綠色的線是0050 紫色的線 是0056 可以看到在2015年之前 0050 與0056走勢 並沒有差異太大 那在2015年之後 可以看到0050的走勢報酬率 是越衝越高 尤其是2020年之後 0050報酬率 是與0056報酬率 是越拉越開 其實這個跟台積電走勢有相關 可以看到台積電在2008到2016年 這段時間 前半段 是幾乎沒有什麼大漲 那2016年之後 開始有比較明顯的漲勢 甚至2020年 有更強勢的漲勢 跟剛剛0050的報酬率走勢 很相近 再把0050跟台積電月線圖 放在一起看 紅色的線是0050 藍色的線是台積電 可以看到在2016年以前 0050的走勢 大部分時間 還是在台積電之上 那2016年之後 有明顯轉變 台積電走勢 都在0050之上 而且0050的走勢 跟台積電 有87% 這也是因為0050持股權重的佔比 台積電就佔了45.15% 快將近一半 所以台積電漲跌 相對影響0050 會比較多一點 那0056是追蹤台灣高股息指數 是以未來一年的現金殖利率 來做篩選條件 所以成分股 以及成分股權重上面 與0050 會有所差異 接著來看一下台積電的走勢 截至10月11日為止 從高點688到低點401 是跌了41.72% 這個跌幅 對比大盤的29.61% 是跌幅更深 0050的走勢 從高點的152.40 到低點100.50 是跌了34.35% 這個跌幅對比大盤的29.61% 一樣是跌幅更深 0050裡面 台積電佔比 45.15% 加權裡面 台積電佔比 只有26.3189% 所以台積電的漲幅 對0050 與加權的影響程度 是0050的影響 會較大 那0050 因為台積電漲得多 現在 也因為台積電跌得多 而且跌幅 是比0056 還深 所以我選擇0056 主要是它回測來到 10年限 那0056 2007點12月上市 是老牌的ETF 所以比較不擔心 那為什麼不選擇 同樣是老牌 ETF的0050呢 因為目前 0050 尚未回測 10日線 且這波跌市 0050 是比較大的 不過台股 整個趨勢 相當弱 所以有許多個股 現金殖利率 或許比 0056還高 但還是要考慮到 未來走勢能不能再度回到一定的位置 看看0056的還原月線圖 其實是一直創高 MoneyDJ網站上的報酬率 是有考慮配息情況 再來看看0056的報酬率 從2008年1月1日 到2020年10月7日 0056走勢 是一路往上 代表報酬率 都是一直往上 0056的報酬率 是99.56% 所以 除了股息之外 還是要稍微考量到 報酬率 以上的資訊 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 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 皆為個人心得 本人無邀約 推介 自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個股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咱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